最近香港发现首宗Omicron变异病毒株XBB1阿系 并同时又验出BA.2.75的个案 令香港正全力争取社会復常的民情受到影响 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有证据证明变异病毒株 暂时不会增加重症和死亡个案 但市民接种疫苗方面就绝对不能松懈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时辞大报解》 当大家都期望着尽快社会復常 现在又出现新的病毒的变种 听见变种病毒 大家都会很担心 觉得好像很大件事 很危险的事 究竟有多危险 用不需要担心 怎么看现在的病情的处理呢 疫情的处理呢 跟嘉宾谈谈 今天嘉宾 政府专家顾问 亦都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委员会的主席 刘雨龙医生 刘雨龙医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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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先生 你好 刚才我开了一个题目就是 大家都在意志期望着 社会復常尽快出现 不过有病毒的变种了 究竟两样东西之间 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互相的转接 还是不是 是 其实没有什么大影响的呢 这件事 程先生不是黑乳白的问题 是一个程度性的问题 是 现在所有的变种 或者亚株 其实都是Omicron的分支 大家市民都记得 今年初二三四月 就是我们进入了那个叫BA.2 那个变异株 最近几个月就由BA.4.5 就是4或5 主要是5 就已经取代了BA.2 成为所谓主流的变异 但是这个Omicron的特性 它就会不停地突变 使得它就有不同的亚株 那些所谓sublineage亚株 有一个特色 它就是会逃脱了我们的抗体 就是你以前打了针 甚至乎打了针之后 再感染了 譬如香港就BA.2 最近这个就BA.5 有一只亚株叫做XBB 大家都可能听过 那XBB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两只Omicron的变异株 大家交换了一些我们叫做遗传物质 也可以说是他们 大家结合了 就生了个儿子出来叫做XBB 就是两个BB 那那个逃脱能力 在现今文献上做到出来 就是他逃脱能力最强的 那这一道具就是一位很出色的科学家 就在北京大学 应该是叫曹蓉隆教授 那他的团队真的做得很快的 那基本上他在推特 不停有很多人追踪他的言论 报道 那他这一篇预览大概两三个星期前已经出了 那我见特首和各位局长专家当时我都提到这位曹教授 那这个XBB的团队能力就是最强的了 他就强过了 我们现在不停在讨论中的BA.2.75 或者我们 就是你也明白了 就是有很多其他的那些 譬如现在深圳就出了一只叫BF.7那些 那些其实都是BA.4.6走出来的 那这个XBB远远比其他 刚才我说的那些 的团阻能力是强很多的 其他一点都能比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曹教授他就用了 当然是国内打了三针科兴 第一组 第二组打了三针科兴 感染了BA.1 第三组就打了三针科兴 再感染了BA.2 那接着就最后一组 第四组就感染了BA.5 那他就发觉其实这四组人 对那个BA.2.75 就是现在很多人讨论那个 或者现在BF.7 就等于BA.4 也还有些抗体的 不是太差 但是对XBB就完全是逃脱了 那所以大概十天前 我那时候就叫做预见也好 或者一个预测也好 就觉得XBB有机会 是成为一个主流的便宜珠 那其实很快 去新加坡就公布了 XBB就已经是它的最重要的便宜珠 也因为XBB逃脱了它之前这么多波的疫情 和它打针很好 新加坡打针给我们快 先过我们 虽然现在和它追平手的了 那他们现在的中数你都知道 早前已经升到五、六千、七千中 那他们的预测 这一波由XBB推动的 去到下个月中 就应该去到顶峰了 那他预测大概是 1500到20,000中左右 那作为如果新加坡 1500到20,000中 如果将那个人口比例 放回来香港 那如果XBB在香港 真是叫落地生根的话 那香港大概 我自己估算而已 可能到两三个月之后 我不知道准不准 那就有机会所谓感染的人数 如果是用新加坡的推断 当然未必一定很准 就可能真的会过一万宗 甚至乎真的会逼近二万 甚至乎会过二万宗的上限 但是最重要的市民要明白 其实这个XBB 根据他的所谓公布的严重性 就是会比之前的 入院的发生率还要低三成 也就是说最重要的 我的信息就是要打齐针 要打齐三针 如果是老人家和有基础病 就打齐四针 譬如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打齐了四针 先叫做中招 早日就打齐了 其实很轻 我打了四针 放兴发烧都不够一天 松跌倒就要烧了 我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很累 累了大概三几天左右 那个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自己做一些体能的训练 两个星期左右都差不多 服务完了所有的体能 我一点都没有 有长期的咳咬什么都没有 如果那个病征是这样 就是那个变种 我的理解就是 只要不会出现大量的重症 死亡症 令到医院的压力会很大 这样的话 就是说 它距离那个 我们平均叫做风土病的 那个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这样的时候 就是好了 就算它去到万几宗 或者怎么样之类的 就是说个简单一点的通俗 比如就是多多万几人 伤风咳嗽 感冒 那个情况 照计对这个开放的伏常 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是不是呢 程先生 刚才我说 不是黑与白 所以我就铺牌了 那个中数是怎么样 XVB 那为什么我们只要打齐针 不要太害怕XVB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靠抗体 是靠我们的T细胞 我都说了很多次 在你那个节目里面 那么T细胞基本上 这些变异株是逃脱不了的 逃脱都是逃脱一成两成的能力而已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现在香港 一脑一脑 还是没打得太好 其实老人家打得很好的 我们80岁以上的那些 打多一针的有71% 也就是说有29% 就是叫做两成九 是一针都没打过 60岁以上的老人家 那老人家来说 如果一针都没打 大概100个就会死15个 如果你打齐4针 那100个也是死0.2 或者0.3、0.4左右 当然你说80岁 其实有很多基础病 明白明白 针胱都会走 但是另外那边很乱的那些 就是3岁以下 那我们打针的速度 最近这一两个星期 真的慢得很加班 我每天看的数据 都打不到几十针 50针都会的 那刚刚昨天的数据 就打第一针 就刚刚去到一成八 就是18% 第二针就9% 那这个速度实在太慢了 那你也知道 这些小孩如果没有打针 那他有重症的机会是有的 所以我就很希望 我们仍然是要 比较严肃地去处理这件事 就不要当现在这些 就是平时的伤风感冒 不是说现在多了几万宗感冒 或者是伤风 伤风更加轻弱过感冒 明白 当然 你说流感都会有老染 但是现在 3岁以下的 真的从来没有见过那些 真的会有的 那最近 刚刚这一两天 医管局又跟我说 有一个 大概31个月大的小孩 又是因为没有打针 就很急速 抽了两次医癌 然后到晚上那时就昏迷了 这样就不阻异了 那仍然是发生了很紧的 这个老染 是 现在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 就算打针的数目 不是很理想 但是毕竟 打了三针的有百分之七十多 那就是说 加上已经确诊过的个案 造成那个混合免疫的屏障 应该说还是有效的 不过同时 打针 仍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隐患 就是战略上来说 一定要增加打针的数目 第一个 那个混合免疫 是不是都会随着时间的过去 加上面对着新的变种株呢 它会那个防免疫 混合免疫的能力 都会下降 是不是这样呢 是的 你无论打三针四针 随着时间 你都会再感染 但是感染呢 就因为你那个是抗体 就会慢慢消失了 但是真正保护到我们有重症死亡的 就是我们的记忆细胞 就是记忆的T细胞 T细胞 你一直强调这个T细胞 没错 是的 所以那个 某个程度上 知道你打齐针 你自己个人的层面来说 有死亡 重症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就不用太过担心 担心的就是一些老人家 因为你虽然打齐针 但是因为你 因为你也知道 老人家有很多那些长期病患的 还有三十一针 打齐针 不得十八点三针 那些就会发生比较重的症 外来 去去 就现在那些 疫苗是肌肉注射的那些 未必是最好的出路 如果我们还不停看到这些变异株 真的要 使得我们不要说感染了之后 好像刘医生也有些发烧 有些累 又要检查到之后 又不准上班 这样那样 另一个方向 就是看一些黏膜 产生抵抗力的疫苗 那国家 就是我们中国 还有印度 还有一两个国家 都有发展这些黏膜 产生作用的疫苗 那我也觉得应该不失 成为一个选项 去思考一下 究竟它的发展 是去到哪个地步 那就不要说会再迷戀 那个叫做血里面的抗体浓度 因为那个 你打几个针 都是会感染 反而如果你一些疫苗 是创立了一个 我们叫做黏膜 那个抵抗 那就远远可以更加快 去对付那个病毒 因为那个病毒是由鼻腔 口腔进入的 那些是我们的黏膜 如果你一入到黏膜 已经是有记忆细胞 那立刻就会认到它 是不是比它快 进入了你的血里面 然后才有反抗 因为在毒物检验 用那些黏膜给的疫苗 真是发现真是可以减低那个感染的 还有可以切断那个传播 也有可能的 那这个真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是 香港大学的朋友上来做节目 说香港大学其实都在研究中 都成功了 就是不用打针 是在鼻腔里来做这个疫苗 不是打针 是鼻腔来到 是不是好像喷雾 还是什么的疫苗呢 都在研究中 是否事实呢 休息一会 回来听听刘医生的什么说法 欢迎继续收睇时事大宝解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政府专家顾问 也是疫苗可以防疾病科学委员会的主席 刘雨龙医生 休息前我听见刘医生说 有人研究你的黏膜的疫苗 我听过也有朋友上来 港大的专家上来做节目 他也在研制这个黏膜的疫苗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有有有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 做得最多这些黏膜 产生作用的疫苗 就是中国 印度和两个国家 其实它有两种比法 一种就是喷鼻式的 另一种就是含着嘴 然后吸入肺里面 其实这些疫苗 它的特色就是在黏膜 刺激了我们的免疫系统 而产生在黏膜的范围里面 已经有抵抗力 抵抗力当然就是我们的细胞 T细胞、B细胞等等 大家都看到我们还戴着口罩 如果你想想病毒 它要经过空气 来到我们的鼻 第一层保护就是我们的口罩 接着就来到黏膜 如果黏膜又有一层保护力 那是不是会先过 我们在血里面的抵抗 没错 我觉得其实到最终 走出的大疫症 最后才是摘口罩 如果在摘口罩之前 在黏膜已经有一层保护力 那不就只在血里面有保护力 会不会又更加优胜 可以减低现在的变热株 这么快就说有大数目的感染人数 因为譬如新加坡 他现在对那个XBB 都还是有一些 我们叫做顾忌 否则他的部长也不会在电视里 说他不排除 可能如果那个数目真的一直上升 因为他虽然的重型死亡是少 但是因为基数大 那变成分子都会多 那他就可能要走回来 又要新加坡人戴口罩 或者对打针和未打针的 他们的公民都有一个所谓区分的处理 所以我觉得香港就要慎而重之 因为我们是一国两制 一定是一国 就是跟大陆内地的要求和一个行接 国际的行接两方面都要有一个兼顾 都要有一个固定 没错没错 是做得对的 所以我认同不应该一下子就放得太快 另外那些XBB哪里来的呢 其实新加坡很多 我今天也看了昨天的数据 那在新加坡来的旅客 当然我们因为有栓酸 所以绝大部分XBB第一天已经截到了 第二天也有 第三天也有 那你很难以为 到最后XBB真的流入我们社会 变成在我们社会的层面那里有流传 当时就会慢慢升上去 去到后段就会很快 因为它一直像一个海啸一样上去 所以新加坡那次F1 那个所谓跑车的赛道有三十万人 那几天 接着就很快 从三四千宗到六千多宗 就是一个一级方程式 一级方程式 但是赛车是没错的 我知道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个所谓代价的 只不过代价我们这条理体是能否承受到 但是当然另一方面 你有这个F1 一级方程式当然好 会大事 社会和经济活动会伏偿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两个是一定的平衡 新加坡那个全部开放 如果因应这个变种的确诊数字 增加到一个某个程度 他都听你讲 是不是对我理解的 就是他都不得不要重新恢复 做某一些防疫措施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他们部长是早两三天在电视上说了 因为他预计大概11月中就会到封顶 那封顶他们估算 应该一定过1万宗 是1万5还是2万 当然他在计算 他对他的公共医疗体系的承受力是怎样 如果他觉得 都是要安全一些 要戴口罩就戴了 我自己觉得戴口罩是一个很低的成本 就是社会的成本的一个方向 对 没错 这一件事其实我都一直说 千万不要脱口罩 我一开始 今年年初一直说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说 夏天可以摘口罩 或者几时可以摘口罩 我就一直说 这个口罩 应该是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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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思考去摘低它 没错 最低限度 自己过来觉得 未来这三至六个月 都不要摘过口罩 没错 一定要过过春天 过完我们的年度 那我们看看全世界的范围是怎样 但是最重要 我觉得国家里面 打第三针仍然是不够的 第三针只是打了56% 即是5成6 香港首两针已经是90% 92% 第三针已经过了80% 跟新加坡不相伯仲 这是平均数 但是我们80岁上绝对差 所以国家如果真的要復常的话 他第三针一定要加倍努力去打 他实在打得不够快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打针变成最聚焦 最聚焦的重中之重 香港现在还有很多人 有些朋友就说 还有些人是反疫苗主义者 就是说根本不信这件事 是吧 那情况之下 你单纯用宣传用鼓励用吸引的办法 都解决不了现在这个所谓谷针 谷不了 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新加坡曾经都用过这个办法 就是说你请你打针 你不打针 确诊了之后 那就麻烦你自己埋单了 当然现在新加坡 听你说 他也可能要回头 现在香港的谷针 有什么办法 可以短期内能谷上去呢 真是 人就很简单的 程度上他要见到很多人死 或者很多人受影响 他就会去打针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年初二三四月 由这个第五波开始 不是那么多人打针 那一次过 那就去到一百多万人感染 最高峰是一万多个症 那就很多人去打针 那这个情况会再出现 因为我们每一波都会比上一波 是比较没那么严重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很难靠一个再大量死亡的个案 去使得市民醒觉 而为何能够做得到的 就是不同的解说 我自己个人从来都不认同去强迫人打针 或者是立法去打针 这是行不通的事情来的 唯一的就是你一直这样延迟了 他一个便宜珠和上一个便宜珠 又会没有那么紧要 再下一个便宜珠又没有 对上一个便宜珠那么紧要 那就变成了如果真的不打针 那些人他又很小心戴口罩 保护自己 他就拉到明年或者春天以后 或者那个便宜珠不是XBB 可能是XBB的 不知道是谁的儿子或者孙子 又再轻弱一点 那他那一刻感染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伤 或者真的不相信疫苗 那你就说好 我打针 大概是这样 我们不要强迫 因为到最后我自己觉得 市民是很聪明的 我们也不应该去强迫他们 随着一方面那个混合免疫 能力开始下降 要这里要弄针 可不可以看到 就是说现在到年底 还是要全力去弄针 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就是那个所谓免疫疲劳的问题 就是那些人都觉得 你不要说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心理 我打了三针 我都没合格 没合资格 就是说还没有打过四针 我都会觉得我都没事 那现在又说准备服尚了 就算你病 就算感染 又不见得大不了 就是好像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那样 那我为什么去打四针呢 就是没有这个动力 是一个大问题 是呀 所以变成我们就有个责任 说回你80岁以上 你一针都不打 就100个45个 你打了四针 一针就会少点一路打打打打到第四针呢 你就100个死 大概0.3 0.4个 这样有 差很远 差很远 是的 你怎么生孩子又生孙也好 应该好似新冠病毒 变种到变成Omicron 这个这样的 就是令一个主干出来的 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 是不是 这样说的 根据我们以前那四个人类的冠状病毒 其实它是一个过程来的 它要和我们糾纏三年四年之后 最终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人类的冠状病毒 这个是新冠病毒 说明是新的 它和我们交往了接近三年 那我自己觉得就可能要多给它半年左右 那这个就不只是我的估算 我之前和程先生都说了 我觉得WHO可能都是要等很多非洲的地方再打齐针 那其实它不停都说了 要非洲打齐针 另外中国我觉得国家就一定要第三针的覆却率 真的快点有五成六 快点提升到八九成 然后再对焦国家里面手头有那个 即是吸入式的也好 喷臂式的也好 看看哪些他们觉得可以 加上去给那些市民做第四针 老人家也好 什么也好 那就相管齐客 那多给六个月左右 那非洲那些人就可能打多些 因为非洲总统来说 打齐针的不过一成多两成而已 是 就是很多人害怕的 那变了 其实我们要明白 我们是坐一条船 那地球只有一个 有些人跑得快点 有些人跑得慢点 那你会不停地敢游 那到最后 我们叫算这个最后的总仗是怎样算法 那这个没有多三五年是算不到的 那当然 现在最简单就算 就是以人口计死多少人 那但是另一个个仗 就是你没有打針 又感染了之后 有很多后患 那大家都有长生观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原来你打了针 长生观 就可以减低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刚才程先生跟你说了 你那些什么免疫混合什么都好 到最后都会再感染 那现在都知道了 你感染一次 都会再感染第二次 又会感染第三次 那这就是美国的数 因为他们这些打针很不齐的 所以他们不停在那里感染 那你每一次感染 就会累积 你有这些长生观发生的机率 那可能一倍 两倍 三倍 那如果从一个 就是人口基数这么大的国家 就是我们祖国 那你想想14亿人 你只有一个很小的百分比 承諾都很害怕的事情 那所以我想国家的考虑 就是三针一定要打成他 第二 第二 我就给时间 让这一个新观再变 变得没那么伤 第三 就是刚才我想了 他可能在想黏网 产生作用的吸入式 或者喷嚏式 那在黏网的层面 都会有一个保护力 所以整个国家的总方针 仍然坚持所谓动态清零 其实大概我现在都想明白了 他的用意就是保护 还未肯打针 或者未打齐针的人 再多一点时间 让全世界尤其是WHO 去帮非洲那些 我们都是人类的兄弟姊妹 去打齐针 第三 就是使得那个变异株 可能再会去内变 到一个比现在 就是Omicron BA.4.5 或者HBB 或者将来的HBB 的儿子和孙子 又会再轻轻 那些 然后再逐步开放 但是香港一定不会和中国国内 大陆一样齐步 因为一国两制 明白明白 但我们快过国内 但是又不能够快到 撤离了这个现实 但当然不应该和新加坡比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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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就是要我们香港政府 有智慧 有能力去做 开放的速度 好了 时间差不多 多谢刘医生和我们聊天 时事大播解 下回分解